現在我們來看看這個剪貼布的部分 剪貼布的部分我們剛剛有提過 內建的真的太健忘了 不行 可是呢你看一下 像我剛剛這裡有複製一個對不對 我先給你看一下好了 標準的方法的話 如果我今天123 還記得嗎 Ctrl加C複製了 我再來複製下面這個圖片 我看看下面有什麼圖片 沒有 這張可以複製嗎 好像可以 不行 要點檢視相片 好像要這樣進來才有 沒有 好不想讓你看 換一個 我找霍金這邊 在右手邊這裡 這裡可以複製 這現在是只有連結而已 連圖片的都沒有 一定要頂過去 那如果我複製了他的圖片 那你應該知道我剛剛文字還在不在 肯定不在嘛 因為他很健忘 但是 我的都記得 而且 下次開機還會在 你看一下 你確定我真的都記得嗎 你有沒有發現 你有沒有發現 剛剛我們 這樣會不會有廣告給你 剛剛的圖片在這裡 在這邊 我剛剛還沒有扣其他的 有沒有發現都在這裡 這樣有沒有比較 人性一點 老實講這 應該是微軟早就該做的事情 對不對 可是他老是不想做 不想做就知道那個 所以呢 我在這邊把 我就開一個 不好意思 因為我現在電腦 沒有office 我只用 免費的 Libre office 好 所以我如果開一個 新的檔案 想到剛剛 標題要用一下 我就來這邊 兜兜兩下 有沒有進來了 不過各位 有沒有發現什麼問題 我們 剪貼部 這樣直接用的時候 會有一個問題 尤其你call網頁 或者是一般office文件 請問格式會不會一起帶進來 你如果遇到這樣怎麼辦 還原 那因為你如果假設你是用office的 它是不是有一個純文字貼帳 對不對 如果你 可是 微軟只對它的 產品 比較好 這樣沒錯吧 其他的軟體 你們有用過其他軟體 比如說您在寫那個郵件的時候 寫信件的時候 假設您是用就是那個雲端的 還是用像比如說 Google的Gmail 是不是就沒有這種功能 那貼進去那你就只好自認倒楣 對不對 怎麼可以這樣呢 我們可以這樣子 看一下在這裡 如果你真正要這個文字 你可以在這個上面 我按右鍵 這個有中文 你看這邊 特殊貼上 有沒有用純文字貼上 因為早期如果你沒有用這樣的方便軟體 你應該知道你會打開哪一個軟體 那一個軟體叫記事本 在裡面汆燙過濾一下好不好 我貼進來 然後你幫我揮一條 剩下文字 我在 你怎麼有那麼多美國時間 你不覺得你花很多無一一的事情嗎 對不對 花很多時間 那個 轉換上 不用那麼麻煩 貼進來 這樣子 是不是就比較 只剩純文字了 這樣簡單嘛 所以 像這個 這個軟體叫DITTO DITTO 我給各位看一下 在這裡 DITTO 對對對 這裡 您可以進到我的這個 有沒有 這個 DITTO 它有 本身就有我們的正體的中文語氣 所以您不用擔心 那您如果點下去這邊會連到我的部落格 我有寫一篇部落格的文章 來特別介紹他 裡面也有他官方的連結 也有他官方的連結 因為 很重要的是 這樣子我們在做就比較方便 好那我這個弄好了 我想要剛剛那張圖片怎麼辦 不要再回去找貨金了嘛 你在這裡已經看到他了 一樣都兜兜兩下就好了 請問圖片有沒有進來了 還是你覺得 再回去找一找 比較有挖寶的感覺 對不對 你看其實我們 什麼東西會經過剪貼部 除了文字 圖片 還有什麼東西 您會經過剪貼部 有一種東西叫檔案 對不對 檔案是不是也會經過剪貼部 那麼你檔案經過剪貼部 這裡面會不會有當然也會有 比如說您看一下假設我來這邊複製一個檔案 假設這一個 好這個我把它複製起來 Ctrl加C 那麼我們在這裡看一下 還沒看到 好 有 有沒有發現這裡 他有說Copy file 對不對 你也許有的人是扣整個資料夾也是一樣 就是 他會留在這個裡面 那這樣子呢 你下次再開機 或者是下下次開機 只要沒有超過 他 設定的限制數目 那就會繼續留著 是不是就方便很多 可以隨時存用 因為有些時候比如說你可能在工作 就某 有一段時間可能那個主題 某些資料就特別常用 那另外呢 還有一種情境就是 我就是這個 特別常用 比如說我現在這個 這張圖片我現在 常常會用到 那 你也不需要特別 整一下 你可以告訴他 因為呢 預設 我們 先問一下各位好了 這樣已經代表 你以後記性都會很好 對不對 請問 到底剪貼部應該幫你記幾個 你覺得比較滿意 蛤 你覺得剪貼部的部分 你想要記幾個比較滿意 20個以上 20個以上 你 要有更有雄心壯志一點 20個超過20個怎麼辦 就不見了對不對 來我們看一下好不好 這個 這個軟體呢 他有個選項 我們在這邊 進來 你看到這裡 我這邊 我這邊是把他設定 記得100個 所以呢 超過100個 當然就從最舊的那個 就自動清掉 但是 如果你覺得 記憶需要再好一點 你要1024以上 也隨便 不過通常 大家不會想要記的太多 該忘記的還是要忘記嘛 總有一天要忘記的 所以 就是說 你記太多 當然 他的那個資料庫就比較大 就相對比較大 所以這個部分 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那順便提請大家一下 這個軟體 因為免安裝 當然他網站上有安裝的版本 所以 如果假設你用免安裝的 回去唯一要做的 就是要把這個東西 打開 為什麼 因為開機的時候 是不是要幫你開始 幫你記錄 對不對 你如果沒有打開 等到你要用的時候再打開 那就 叫做 以前的回憶把它叫出來 因為他不會幫你把那些 記錄下來 等於說他需要在背景裡面運作 所以 等於說你在這邊要麻煩各位記得 一定要 把他設 系統啟動的時候 就來使用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比較方便 那我剛剛提到了 畢竟 我們 有那個數量限制 所以你只要新增加 有剪貼 不管是圖片 文字還是檔案 它是不是就往下掉 那剛剛提到的這種狀況是說 不對喔 我現在這張圖片常常用到喔 你可不可以不要幫我自動刪掉 因為有時候你工作量比較大 複製的比較多 事實上還是會不見嘛 所以呢你可以來這邊 按右鍵 你告訴他 這裡有一個 叫做 永不自動刪除 你只要勾起來 他就知道 即使我被推到這下面 我也會 頂住 不會被刪掉 好不會被刪掉 所以你可以按一下 你會發現他的圖 有沒有長的不一樣的 是不是有一個信號 那 假設這一張 不止不刪掉 你還希望說 因為常用到嘛 如果 我被擠到下面去 總是要在下面再去找 是比較麻煩 所以你可以告訴他 不然 你幫我放在最上面好嗎 有沒有 就是我們講的 置頂的功能 不過說真的那個字頂 這兩個字 比較像大陸的字 因為我們現在有那個同學是 整個大陸整班 到台灣來上課一年的 所以我們現在 講話有時候也會有一些 大陸的 語言 你看這樣有沒有放到最上面了 那我再來複製別的給你看一下 如果今天我再把這個複製一次 你會發現 他不會被擠下來 有沒有都一直在最上面 好所以這樣子我們剪貼布 是不是就好用很多了 請問這樣你滿意的嗎 有人滿意 但是我不滿意 你知道為什麼嗎 來我問一下各位 請問你多久沒有去圖書館 你現在有問題都問誰 你現在有問題都問Google對不對 圖書館在哪裡也要問Google 圖書館什麼時候開也要問Google 這樣沒錯嘛 但是我問你 剪貼布的內容你要問誰 問Google有用嗎 因為那是你自己的電腦 他管不到你嘛 所以 這樣不行啊 請看這裡 剪貼布 剪貼布也要能夠搜尋啊 他也是你的資料庫呢 不是 剪了貼了就丟了 只要你在裡面了所以今天如果我像剛剛這樣我打一個好 有沒有發現關鍵字有變顏色 符合的有沒有通通都列出來 這樣有比較貼心吧 對不對 剪貼布 我們家的事 要自己處理 不用問Google 但是呢你真的發現 他這個軟體確實方便很多 我們 善用這些東西因為你重新開機又在 所以我要重複使用資料 就快很多 你不用老是怎麼樣 就是重新再把那個文件打開或網頁打開 因為有時候你還真的會找不到 雖然找不到一般都是 寵物店才會賣的 好 好冷喔 好啦 所以反正 這樣你應該就清楚了 那麼他的官方網站如果你有興趣 您可以再到就是這邊 去看一下 因為我的部落格文章上其實應該寫的還算蠻清楚的 好那如果您有需要的話 這邊 他有分兩個版本 看您是要用32位元還是64位元都可以 有安裝的也有免安裝的 就看您想要用哪一個版本 好用哪一個版本都沒有關係 我大部分都會比較選擇免安裝的因為 這樣 沒有負擔嘛 現在大家都不想要負擔對不對 對不喜歡那個資料只要刪掉 不會有留一些檔案在各位的電腦裡面這樣子